据台湾报道,马英九女婿蔡佩然日来成为全台湾最热人物,她不仅是名校哈佛大学毕业,还是一脸酷样,有人于现的时尚名模,也是金融新贵。 据报道揭露,她父亲蔡龙曾任上市公司广语总经理,卓东森电视台探访她在美国就读的高中,校长找出当年毕业纪念册, 阿伦塞清纯嫩照曝光,照片中她还把女同学的头发拉起来作怪,蔡佩然在亲友口中认真聪明又有企图心, 只不过她与马英九长女马维中恋爱于十年,因为马维中的特殊身份和马英九的谨慎低调,这段恋情变成不能说的秘密。 蔡佩然身份自本周一曝光后,在谷歌上已有余五万笔以上搜寻,是大热门, 她在台湾出生,十岁左右赴美衣亲当小留学生,在加州圣地亚哥成长。 东森新闻所找到蔡在圣地亚哥的居所,是一栋红色屋顶,白色墙壁,占地约95平的两层楼房, 把蔡佩然带大的舅妈很低调,仅说蔡非常努力,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 东森到蔡就读的破位高中,这所高中生学率很高,许多学生后来进入哈佛,伯克莱等顶尖大学。 校长一听到校友是马英九女婿,非常高兴,还找出蔡的毕业纪念册。 蔡多张中学时代照片曝光,只见阿兰赛高一时梳着旁分西装头,很有书卷气,高20T小平头, 还有一张她把女同学的头发拉起来作怪的照片。 相当调皮,蔡的运动细胞在高中就展现,是越野田径校队。 即使毕业多年,学校教师对她仍印象深刻,盛赞她的数学成绩非常好。 蔡佩然的才华和企图心在少年时级展现,1999年她高中毕业, 在进入哈佛大学就读前,她就到华府的环境防护基金会担任气候变迁政策实习生, 来年还和该基金会学者佩松克联名发表一篇学术论文, 探讨从民用航空系统如何改善温室气体排放, 论文刊登在美国环保法界重要期刊,曾数度被引用。 实习生命练结束后,同年她进入哈佛大学资讯工程系就读, 这个系在哈佛赫赫有名。 Facebook创办人马克·萨克白也是系有2002年入学,2004年休学, 因此蔡佩然是萨克白的学长,知名博客比利潘佐爆料, 蔡可是第一批Facebook的资深使用者。 登记账号是2004年,当时Facebook还仅限于哈佛的人,才能使用。 曾在哈佛担任研究员的资深媒体人赖秀如卓在个人社交网站上传文章, 指阿伦塞是他在哈佛当研究员时的助理, 那一年他才大三,应该是21岁,赖对蔡的评价颇高, 称赞他认真又聪明,网友询问蔡有没有八卦, 赖说,没有八卦,他是个认真工作又有企图心的年轻人, 交代他做什么事情,都很快做好。 马维中也是1999年进入哈佛大学,就读生命科学系, 蔡佩然和马维中的生命终于交集。 据马,蔡共同友人形容,两人形式作风相近,一样酷, 且后来都曾从理性、重逻辑的理工或医学领域, 跨足到艺术表演领域,可见都有着浪漫的灵魂。 马维中,蔡佩然在哈佛相识到结婚,爱情长跑于十年, 这段感情,马英九虽没智慧余地,也不是状况外, 2005年台北市长任内,马英九就自报女儿已有男友, 她已看过照片,显示两人恋情在2005-2006年间已开始加温。 2006年11月,蔡佩然和马维中曾一起到台湾音乐厅欣赏云门舞级表演, 马英九夫人周美清几次出镜。 据了解,马维中趁同行机会,要蔡佩然向她母亲请安。 前年10月,周到美国纽约为当地学童说故事, 在一场参访行程中,蔡曾出现,以阿姨好向周致意。 2005年,蔡佩然毕业前一年,先到香港德意志银行实习, 来年毕业后,任职该银行房地产及基础设施投资部门, 成了金融新贵。 不过,身高188厘米的蔡佩然, 也没有浪费台湾时尚教父洪伟明所称赞的天生衣架子身材。 她在2008离开金融界回到美国, 与纽约知名的NIFST模特儿经济公司签约, We are money, NIS SONI等国际名牌走秀, 还为GAP, Levis等名牌拍摄平面广告, 在欧美模特儿竞争下闯出一片天。 体验时尚名模光环后, 前年她重回金融圈, 成了香港摩根大通银行的地产部门协理。 一脸酷样的蔡佩然, 私下是怎么样的人, 她在香港租屋时的房东郑先生形容, 蔡为人亲切, 一表人才, 如果我是女生, 我也会喜欢她。 其实, 相较于马维忠父母间完美的可以表在墙上工人瞻仰的婚姻, 女儿马维忠的私人生活, 就显得更加的平淡而真实, 她冲破重重阻力, 找了一个默默无名的男模帅哥当老公。 马维忠1980年出生于美国, 彼时父亲马英九与母亲周美卿正在美留学。 父母回台之后, 马维忠当然也回台生活, 他自幼成绩优异, 1998年以班级第一的成绩获台北市长奖毕业, 就读美国哈佛大学历史与科学系, 后与纽约大学博物馆研究系攻读硕士。 2017年时马维忠又在拿到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艺术史, 理论与评论博士学位, 他与后来广受关注的名模丈夫蔡佩然正是在哈佛读本科时相识。 2001年, 时为台北市长的马英九颁发市长奖给各高中优秀, 当颁发给自己的小女儿马元忠实乐得将他拉进自己的怀里拥抱, 但马元忠显得羞涩不自然, 甚至白了父亲一眼。 马维忠青梅竹马的朋友, 当年被拍到二人一起吃饭, 还闹过一些绯闻, 但是赵公子接受采访时表示, 二人只是朋友, 不来电。 记者还查到当年的情人节期间, 马维忠飞去香港度了五天小长假, 现在回看, 应该就是他和正印蔡佩然恋爱时期的约会。 蔡家祖籍福建漳州, 蔡佩然的祖父蔡千吉一只是家里六兄弟姐妹中唯一去往台湾发展的。 蔡千吉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早年在地方上做过县长, 还得到过蒋介石赠予的指挥刀表彰。 到了台湾后数年, 蔡千吉陆续把妻儿全部借来, 就此生根, 她在省立博物馆担任美术室主任。 日常作画自于, 蔡千吉在美术界颇有建树, 是福建举办现代美术画展的第一人, 1923年就曾在厦门和张州两地举办过个人画展。 蔡千吉和妻子林巧云所生四子, 舞女, 蔡佩然的爸爸蔡龙是最小的儿子。 而到了蔡佩然这一代, 家里不算大富大贵, 只能算是中产。 蔡佩然与马维中同年, 父亲是公司高层, 母亲做过华航地勤, 移居美国后也做过税务规划的工作。 蔡佩然自小在台湾地区和美国间往返成长, 这种经历还曾引起台湾社会关于蔡佩然是否存在恶意逃避兵役的讨论。 蔡佩然于哈佛毕业就读计算机专业, 是脸书创办人扎克伯格的戏友, 毕业后在香港德意志资产管理公司开启职业生涯, 两年后离职回到纽约, 摇身仪变成了签约模特。 2008年底正式出道后, 陆续给好多服饰品牌都拍过平面广告, 09年还在米兰时装周发布会走过秀。 蔡佩然这个金融从业经历还曾引起媒体不小的讨论, 当年蔡佳有微顾交因经济纠纷跳出来凑数蔡佩然父亲蔡龙欠钱不还, 还恶意倒闭公司。 蔡佩然情史丰富, 追马为中事看重女方家事别有心机, 交往十年间屡屡屡皮腿云云, 各种描述从英国辣妹, 新加坡长发美女载道方姓香港富家女一英俱足。 有趣的是, 蔡佩老友的这段爆料中曾提及, 蔡佩然在港并无金融牌照, 这个金融牌照其实指的是证券及期货职业牌照, 行业内的一线金融打工人基本需要持政才能上岗。 马为中和蔡佩然结婚时, 台湾媒体惊呼蔡佩然是香港金融券新贵, 年薪高达15万美元, 眼界和文风狠抬, 但不论如何, 二人成婚后十分低调, 不仅被媒体目击马为中日常搭小巴, 蔡佩然乘坐低视上下班, 平日打扮极为朴素, 马为中日常在公开讲座的自我介绍也仅以台北人。 在香港发展, 目前是按加水莫测展人一句带过, 不知内情者, 完全看不出他背后的家事, 就连二人的香港住宅, 也只是寻常水平。 而他们的住的房子正是万翠花园的物业。 查了一下, 万翠花园在香港西半山尖道, 具体上环地铁站步行十分钟左右, 不过两个人在美国倒是早有房产, 台媒扒出来两人2017年就在加州圣地亚哥买了价值约117万美元的高级公寓, 产权共有, 算来正是马维中博士毕业的那年。 这栋房子倒是不小, 建筑面积330平, 登记土地面积则是建筑面积的20倍。 结婚十年后回看, 两人不仅没有像当年媒体唱衰的那样不合拍, 照旧低调平稳生活, 除了工作相关之外并无在媒体上过多出现, 蔡佩然也基本只随老婆健报。 马维中还在2020年40岁时生下一子, 终于圆了马英九多年想当外公的心愿。